我們上禮拜講的Iris的案例 那個案例它的程式就是Sequential Base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這是一個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它的code其實只有這樣子的起航 一開始說model是Sequential 然後model加上第一層 第一層是八個neuron,input是四個 然後接下來馬上接到output output是三個layer 然後是softmax 然後就compile 就可以執行了 所以真正的AI的程式 如果你用Keras來寫的話就是這麼短 只有這一段是真正的寫AI的程式 那你會說前面那麼長那麼多彩色的圖是做什麼用的 那個前面的圖只是讓你去看一下那個data是長的什麼樣子 讓你知道一下那個data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它那個叫做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有一個專有名詞 那你看到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你就知道那個只是先來預先看一下這個data長的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程式 就是我們上禮拜的程式 這邊一開始的時候是input很多function進來 特別都是Keras的function 然後random number seed給它固定 再來是把data讀進來 然後看看這個data有哪些feature head就是去看它的feature有幾個 一二三四四種feature 然後再來這邊 你看它的標題就寫的visualization 就是看一看 看一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看完了之後呢 你大概有個概念了以後 你就開始要做你的程式 好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程式 sequential based ANN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開始用的這個程式在這邊 那這邊有一些係數 像這個adm optimizer 有一些係數可以調的 那你就要去詳細的看一下 去網路搜尋一下 看一下它哪些係數是調什麼 然後你想要知道背後的原理的話 你可能要自己去讀 因為這裡面這些參數太多了 那一個一個沒有辦法講 所以你看到哪一個你要用的時候呢 去研究一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summary 說你有幾個layer啊 第一層是dance 第二層是dance啊 總共參數有67個 然後就可以做fitting fitting這邊有結果 可以畫出你的accuracy 改進的狀況 橫軸就是你做幾個epop 就是做幾次 這邊就是它的accuracy 從0上升到0.4 0.6 0.9 降過來 要給各位看就是說 這個AI程式其實很短的 那麼在Piazza上面呢 昨天傳了三個程式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那三個程式 那三個程式都是可以直接run的 你就把它叫到你的Jupyter notebook裡面去 然後你可能唯一要改的地方就是這一個 iris.csv你放在哪裡 你是放在input的那個目錄夾 還是說你就放在它旁邊 你通常有error就是這個地方有error 讀進來以後呢 你要drop掉兩個column 一個column是它的編號叫id 另外一個呢 是它的答案是哪一種的species 那是y 所以第一個是編號 第二個是y 這兩個都要drop 這個drop之後呢 然後你剩下y呢 就是它的答案species 然後這個用的呢 叫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個model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是其中的一個分析的技術 然後你就選你的model 然後你分成三類 然後做model fit 然後它告訴你它用的參數在哪裡 這邊 然後就有prediction了 你的prediction出來以後呢 你把x送進去嘛 我們有150個x的feature 然後你送進去做prediction 就150個y 所以呢 這個y呢 是真正的解答 標準答案 這個是prediction 是你用你的model inference 推論出來的答案 所以你要看一下這個 你要做一個confusion matrix 就是你可以看到50、49、50 這邊有一個錯誤嘛 就是真正的呢 應該是這邊是真正的 它的預估的 真正的應該這邊都是第二類 它把這一個第二類呢 那個inference到第三類去了 所以這邊有個錯 錯掉一個 它給你一個圖表來看 就是你評估那個準確度是多少 還有一些系數 這些有一些 大家知道 就是那個什麼 True positive True negative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就算什麼 Precision Record F1 它都算出來給你看 這一個AI程式其實很短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是一個常用的方法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正面提供的幾個呢 都是適合做.csv file的AI程式 像這個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還有另外兩個 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幾個都是非常適合做.csv的檔案 就是你可以做成一個Excel 一個table的這種檔案 這個是第一個程式 第二個呢 我們用的是 kn kn knl就是一個數目字 knl是nearest 第二個knl是neighbor 你旁邊最近的鄰居 有幾個 k就是有幾個 你可以說你旁邊最近的鄰居有一個 你旁邊最近的鄰居有兩個 你旁邊最近的鄰居有五個 然後它來做分類的方法 那這個 你可以去網路找一下它這個原理 很多在說明 是從這邊修改過來的 你看這個程式也蠻短的 我只是想跟大家講 現在寫這個程式 寫程式 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要找到好的data 找到好的應用 好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 import pandas 這個pd 這個就是為了讀那個data進來 然後 kneighbor classifier 這個就是它的AI的程式 就幫你做了所有的事情都寫好 後面這個是report 報告 報告結果好不好 這個是confusion matrix 就是 剛剛給各位看顯示結果的那個 那個東西 所以這整個套件你用的方式 就是這樣三行 好 第一步 讀同樣的data 我們已經很熟練了 然後呢 把id跟species drop 當作x 然後species當y 這樣就把input結束了 接下來 這一個段呢 我就說我要五個neighbor 五個neighbor 來錯 看一下這個程式 好 這個就是AI程式 這個就是AI程式 這是看結果的 你看一下它的程式 knn 這個function呢 我就用它裡面的 kneighborclassifier 然後我說它旁邊鄰居有五個 然後呢 knn 這個就是一個function 然後我要fit input是x output是y prediction 這個裡面會調參數 會調參數 參數調好了以後呢 我對它做一下prediction 所以第一行 第一行是叫那個function進來 第二行呢 是做training 第三行是做testing 測試 所以AI程式就是這三行 然後這底下呢 就是看你的confusion matrix Y就是正確答案 prediction呢 是你預測的 他們喜歡 叫inference 或者叫prediction 都有人叫 然後你就把它畫出來 你看這邊錯三個 這邊錯兩個 有沒有 好 那你再可以改 改一下 你再把neighbor改成一個 剛剛是一個AI程式 現在我們已經跑第二遍了 我們第二遍的時候 我們說neighbor要變成一個 這邊變一個 然後去做 同樣的事情 欸 50 50 50 全部正確 好 通通就預測出來了 百分之百正確 好 不過這是小的dataset 然後 然後又很簡單 然後 然後我建議大家去看一下這邊 這裡下放了一個網頁 去看一下 他說其實最後這個結果 是有問題的 好 他的問題叫做overfitting overfitting就是說 他對你的這一組的資料 他做了太多的調整 然後對這組資料調得太好了 新來的資料 general的資料 你重新再做的時候 他的背後的結構 不是完全一致的時候 就不會很好 好 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馬上就要講這件事情 好 叫做overfitting 他這邊有講overfitting的事情 random forest 所以呢 你import panda 就是讀資料的 然後這個是random forest classify 這就是幫你寫好的程式 然後這個都是評分的嘛 f1是多少啊 confusion matrix是多少啊 classification report啊 報告結果啊 accuracy的啊 評分啊 所以 最後這兩個 都是評分 結果評分的 真正的程式就是這個 random forest classify 你把它叫進來 就可以使用 好 我們來看 第一個也是 iris data 讀進來 你把id跟species 丟掉 丟掉以後呢 你用這個classify 這個random state你可以換 隨便換 就是initial gas的時候 它的random用的是多少 可以換 然後呢 這邊你看它的classifier clf 就是classifier 然後rf就是random forest 然後呢 你把這個random forest 去fit你的input x 然後還有結果是y 所以這一段就是在做training 這個沒有iteration 這幾個 剛剛講這幾個程式 都沒有做iteration 就是做一次把你做出來 但是你有些參數可以調 然後呢 這個是classifier r我猜是代表result 結果 然後你把你的結果呢 classifier 然後 做出來之後呢 你再把答案跟你的prediction 再去做 看你的accuracy是多少 這個做出來結果超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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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uracy是1.0 然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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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確 這樣了解齁 大家回去把這個程式練習一下 請問一下 按摩 我